8月21号由管虎指导的电影《800》在全国正式上映 作为2020年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大体量商业电影 《800》选择在刚复工不久的《800》上映 对刚刚复苏的影业意义重大 据悉,影片《800》于8月14号开启全国部分影城超前点映 首日票房突破千万 从灯塔专业版的数据上来看 8月14号《800》点音当天开了有7057个场次 那当天的话,其实《800》的排片占比是3.6% 但是它却掌获了1400多万的票房 这是个非常好的成绩 那当天呢,其实有33.7万的人次去观看了这部影片 并且释放出了9.4分的点音的开分 业内人士认为,在影院复工满一月之际 《800》的点音无疑为电影市场注入一记强清真 7月16号,国家电影局下发通知 低风险地区可在防疫措施到位的前提下 于7月20号有序恢复营业 这一消息虽让沉寂已久的电影市场看到了曙光 但在观影信心尚不明确 上座率不得超过50%的前提下 票房空间受限,大体量影片选择观望 不少影院缺少新内容支撑 难改亏损局面,复工进程依旧艰难 尽管全国自8月2日起 影院的复工率就达到了70%以上 但是仅在星际穿越 复印当天,整体大盘超过了5000万 平时一直在2000万的水位徘徊 8月14号,800点音当天 整体的大盘是第一次突破了6000万 8月17号,800宣布开启第二轮点音 那在周一这样一个原本会低迷的 一个整体的盘子情况下 获得了7620万的票房 那800自身的单日的点音成绩 也突破了5000万 创下了复工之后 单篇单日最高的票房记录 分析师认为 800在复工后率先开启大规模点映 为整个电影市场开了一个好投 从数据上看 其更是以大体量支撑其整个票房市场 随后不久 江子牙、夺冠等大体量国产影片 相继宣布定档国庆 800所提振的市场信心 正渗透进更多影片的定档步伐 及影院的复工脚步中 从截止到目前的复工数据上来看 去年年票房产出在1000万以上的影城 截止到目前的复工率 已基本到达了90%以上 从8月17号到19号 大盘票房每天都维持在7000万以上的体量 而800也一直保持着点印 成绩每天5000万以上的好成绩 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整个盘子 全国影城的复工 影院总数已经突破了9000家 希望在800的带动下 市场能越来越有信心 加快复工步伐 截至全国首映当天 800点印票房最终定格在2.3亿 创造了复工以来 中国电影市场点印票房最高纪录 也极大振奋了中国国内电影行业 在800上映正式供应之前 其实它的累计票房成绩 已经跃升为2020年全年的票房冠军 那在灯塔专业版上面 也汇集了几家行业媒体的预测数据 大多数的预测成绩落在15到20亿区间之内 充分说明了整个市场 对于800这样一部 疫情之后首部上映的国产大片 拉动整体票房市场的信心跟期待